既然你的衣橱里不止有一类衣服 为什么不让你的表盒与之相配呢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戏 美元降息 人民币汇率上涨 全球的资本有可能会涌向我国的优质资产 中产有盼头了 但愿这对奢侈品市场是个利好 如果你买表钱纠结皮表袋还是金属链带 希望本期视频能给你一些启发 先问你啊 你心目中皮表袋好还是金属链带好 应该说任何一种回答都有掉坑之嫌 不过我觉得啊 喜欢金属链带 确切地说钢链的朋友还是多数 你们的回答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 咱们先捋一下各自的优缺点吧 开始之前还是希望你确保已经关注了 感谢你的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这个金属链带在奢侈品腕表里 它是最常见的类型啊 耐用时尚有精致的外观 通常是不锈钢 钛或者是金的 结实耐用 不必考虑更新 在社交礼仪 标准矮化的当下 金属链带用途广泛 适合正式和休闲场合 钟表史上最先打破礼仪的是谁 你知道吗 打在弹幕上 金属链带给人的印象是永恒 经典的外观有些设计提升颜值 此外它们还防水 是运动和潜水腕表的理想选择 我国所处的气候带决定了像我这样的人啊 更喜欢金属链带 主要是通勤和运动无忧 有些款式也能应付部分正装场合 虽然金属链带耐用而且时尚 但它们可能比其他材料重 待时间长了有坠手的感觉 金属链带虽然不怕水 但也需要定期的清洁 以及保持其光泽 并防止手腕发黑 尤其是暴露在汗水和湿气中 防水表简单一点 洗澡的时候 顺便给它一点沐浴露就可以了 不防水的款式需要精心呵护 不适合我这种忙碌的打工人 多数金属链带的合深度 并不如皮表袋 我看有些人链带松松垮垮的戴着 不知道还是就喜欢这么松啊 还是没时间去表电调节 说来说去 钢链的最大缺点 莫过于适用场合有限 按照老前锋啊 皮表袋是最优雅最得体的 如果一个人代表 总嫌皮表袋这个那个的 那说明 论实用性 钢盔的确比大洋帽实用 只不过 前面的问题 最先打破社交礼仪标准的品牌 答案是 老力士 1956年 元首型链带出现在 老力士Day-Date的表馆 戴这种表的人 都是以正装表出镜的 贵金属打造的元首型链带 在权力地位的光环下 老前锋 不得不退让 元首型链带之所以那么硬气 得益于两点 一漂亮的造型和精致打磨 二全是贵金属 元首型链带至少可以说是老力士链带里最漂亮的 可惜只有贵金属款 你会为了漂亮的链带去买一块贵金属表吗 反正有人愿意 直接碾压老前锋 应该说是爆款中的爆款 后来的豪华运动表 比如百代斐力的鹦鹉罗 还有僵尸单顿的纵横四海 顺理成章的成为各种场合通用的准正装表 另外我们前几期开箱的 欧米加的Konoscope 居然也被发现是总统量 金刚材质与超霸的性能相得一张 才冒双全 总之好看的豪华运动表可以踢正装表的厂子 称得上豪华运动表的金属链带都带微调功能 不用去表电 不用工具 可以定制贴合度 关于这个金属链带和皮表带的一个冲突的讨论里 很少把钛金属链带考虑进来 还记得前面说到的金属链带的缺点之一是沉重 带时间长了坠手吗 钛金属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而且要成为多种场合通吃的豪华运动表 必须颜值高 像江人丹顿宝珀和管兰师等品牌 都有五级钛或者不低于五级钛的材质 有很好的打磨颜值 同时又解决了坠手的问题 其实坠手问题是个美学问题 不管怎么说 高性能的钛金属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另外我扫电的时候发现 支白表的桂冠技石可能是它的第二匹黑马 首先第一匹黑马也是GP的桂冠技石 而且我们以前的视频里说过 它是904L钢的 打磨后产生亮丽光泽 而这第二匹黑马也是桂冠 不过它是五级钛的 黑就黑在 它比金刚款只贵了小几千块 关于钢链袋 分享一下霞北眼玉的瑕疵 百代匪的鹦鹉罗5711 我相信你听说过看到过 但从来没戴上过 因为这种表是用来干耐的 但真正戴过的粉丝 反映钢链的凸体部分 也就是它的中立 容易磨花 这种设计在千禧年左右 浪琴的康卡斯也用过 为什么停产 鹦鹉罗给你答案 所以你瞧 即便是钢款 也有自己的尴尬 当初尊达设鹦鹉罗的时候 可能光想着给百代匪力省钱了 因为它设计的皇家像素 链带上那么多打磨面 让供应商较苦不迭 从设计角度 鹦鹉罗链带的中立确实亮了 但很多产品 只能是在很长的使用周期里 不断反馈才能完善 跟尊达走同样弯路的还有GP 如果你研究一下GP桂冠五代的进化史 会发现GP桂冠也有这种尴尬 不过后来的桂冠醒悟过来了 桂冠从第四代开始 避开了鹦鹉罗的雷区 成为了豪华运动表的标杆之一 看到这里 你应该能get到钢链表要选设计合格的豪华运动表的款式 简单说就是整体是设计 手肘化设计 而且要有富和大摩 最好避开现样体容貌 那么什么样的钢链表不能买呢 与上面讲的相反的 看着就掉价 尽量别碰 下面说说皮表袋 皮表袋是经典之选 舒适和优雅是大家的共识 皮革表袋增添了一丝精致感 是正中万表的首选 舒适性和灵活性 磨合后贴合手腕 提供个性化的贴合度 皮革还有多种选项 比如颜色 肌理 还有样式 因为是天然材料 所以透气性好 减少了佩戴时的皮肤刺激的风险 老前锋逆袭了 皮革表袋不如金水表袋 或者橡胶表袋内用 容易受到水或者是汗水的损坏 它们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更换 尤其是在每天陪戴的情况下 这些表袋需要定期的保养 以防止开裂并保持其外观 这个更换表袋 对很多人来说是要了亲命了 在很多买表人群 就没有更换表袋 这个心理账户 有些人甚至连正常保养的 心理账户都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皮表袋优点 还是不能抵消它的缺点 感觉金属链带一边倒了 别急 下面我想从颜值与穿搭 还有在特定情况下的原值决定论 来探讨一下这个表袋的关系 关于皮表袋更换频率的问题 业界早就有了一个优秀的答案 宇伯在很早就推出了 焦机皮表袋 顾名思义 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橡胶的 防水防汗 表面是真皮的 花纹和颜色都可以很到位 而且是快拆的 抛开经典舒适和优雅 皮表袋的精致感有时候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说你穿也是Loro Piano的 面料的套装 定制的衬衫和皮鞋 皮表袋的正装表 增添完美的一笔 你也知道这种场合不是总有的 但每每遇到这种场合 就是你的舞台 你可以低调的亮出你的风采 那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 就算没那么高大上 但你或许对肌理和颜色有特殊的感觉 皮表袋最大限度的满足了你的挑剔 而且这是很多人容易跑偏的 正装场合不是随处可见的 犯不上常态化的准备 什么汗水和下雨 绝大多数症状场合是车接车送的 当然也有打折的 我就遇到过几次 自己打车往返 反正我喜欢金属链带 也喜欢皮表袋 因为有些款式皮带是不可替代的 比如方表 包括长方形腕表 虽说款式多样 但还是某些特定的款式最经典 而且皮表袋完胜金属链带 比如说我戴这款表 皮表袋在提升颜值方面有个很不起眼 但有至关重要的功能 颜色还凑合吧 但是如果你想换一个颜色 或者是搭配另外一个衣服的话 这个皮表袋箱子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更换的 当然了 如果是快拆的就更好了 我们在讲万表买大还是买小那期里说过 如果你很喜欢一款表 但是稍嫌偏大怎么办 用皮表袋替换金属链带就行 另外在颜值方面 一直在讲提升颜值的设计手法之一 是整体式设计 当下带半 那么皮表袋能表现这些吗 也能 也不能 比如百代斐力的鹦鹉罗皮带款 还有欧米加的Aquatera橡胶带款 劳力士的118138皮带款 还有迪通拿的皮带款 所以你看 皮表袋也照样能衬托出整体式设计之美 关键词是表袋上有头力 同理 有些表款 在尖属链带和非技术链带之间 我觉得你只能选钢链 比如 明示的利维拉建议你考虑全金属链带的 另外 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西装控 是不是属于阿美卡基或者是复古穿搭控 反正不管怎么说 西装阿美卡基或者是复古穿搭 皮表袋是标配 老前锋逆袭成功 看到这里 你对金属链带和皮表袋认识有改变吗 是不是有伤减的效果 选择合适的表袋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 喜好 以及你计划配戴腕表的高权重场合 金属链带多功能耐用 有永恒的外观 皮表袋优雅舒适和精致 了解了每种材质的优缺点 可以帮你做出明智的选择 并确保你的腕表符合自己的风格和需求 我的建议啊 一 钢链选整体是设计而且是负荷大膜 某些款式比如说钢表啊 负物表只能是皮把袋 而且有些皮带款也是带半的 至于说更换的顾虑我劝你别说出去 二 说了说去 我还是主张尽量避免掉入二元对立的坑 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属于比较active的 你可能为不同的场合都配置一款很硬的表 既然你的衣橱里不止有一类衣服 为什么不让你的表盒与之相配呢 怎么样 你是不是多了几个思考表袋的维度啊 除了上面讲的 你还有什么纠结吗 或许可以在评论区里一起交流一下 另外 我们正在酝酿一期万表颜值的话题 你有什么问题 赶紧扔过来 让下期有你想要的 谢谢 咱们下期见 行了OK 不 哎 刘老师 你怎么来了今天 我就是我现行 我骑车来的 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这个不能带了